原调题 古代南北战争中 为何只有明朝能够从南方逆推战胜北方之前 笔者发表了 为何古代战争会出现北墙难过 东晋与南宋就是最好的例子后 有网友留言称 明朝是一个反例 今天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为什么明朝能从南方逆推北方 提供一种参考借鉴 一、经济原因自靖康之变之后 中国的经济重心完成难以 长江中下游流域 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元朝初年蒙古军对江南的喜结 以及元朝对江南财政赋税的巨大依赖 元末民姚称平级江南 赋称在北说明了江南在全国中的重要地位 福一黄道婆 1245至1330年 又名黄婆或黄母 宋末原初著名的棉纺织家 技术改革加在加上黄道婆推广纺织技术 使江南的手工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当元朝末年江南各地义军 因无法忍受元朝高压赋税 结干而起后 被朱元璋逐步纳入麾架时 而元亭长 过得北方自蒙古入侵今朝以来 人口仍未恢复 朗时和尚几人家 今日飘零净无几 元共师太书和尚成安逸 二百万家独近市 八十里城皆百里 元好经清成行 其实不止北方 全国人口都未恢复 公元1259年底 蒙古占领的元金国境内和川陕四路 加上此时的南宋境内 总共为6150万人 据原始记载 到公元1330年元文宗 只顺元年全国有那富货 1386.0699万户 口5951万人 估计实际有6000万人 因此 明朝占有经济上的优势 涂尔蒙古大军二 政治原因 自公元1206年 铁木针建立大蒙古国以来 蒙古铁骑所向批米 第一次西征消灭了西流 花辣子魔等强国 第二次西征长子西征 直接打了匈牙利多脑格流域 期间与欧洲联军展开了里格尼斯战役 一举击溃了三大起 士团乔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 第三次西征更是消灭了阿拉伯阿巴斯王朝 达罗斯之战中击败唐朝 改变中亚走向的阿拉伯王朝 和阿萨新派电影和游戏刺客信条中 所描述的刺客组织 英文Assassin的来源 一路打到巴勒斯坦爱因贾鲁平原 最终在爱因贾鲁战役中 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击败 改变了世界走向和伊斯兰世界的命运 图三梦庸 元朝翻译为八百席复国 而明朝翻译为八百大殿国公元一二三一 至一二七三年九次征伐高丽 公元一二七四年 一二八一年两次征伐日本文勇之义 鸿安之义 公元一二八四年 一二八七年两次征伐安南 公元一二八二年征伐战成 公元一二八零年 一三零零年两次征伐缅甸 公元一二九三年征伐照 公元一三零零年征伐八百席复国 金泰国北部 缅甸东北部 被蒙 古人建立的元朝占领下的汉族 也经历了一次民族性格上的输血 正如狼图腾所说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那儿子名成祖朱蒂 就是在经过输血的华夏大地上 诞生的中国杰出帝王 在他们的身上具有汉人中少见的狼性性格 具有狼一样的凶猛 智慧 顽强 残忍 气魄和雄心 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样身先士卒 冲锋陷阵 占领南京之后 又不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红袖权那样贪图享受 不思进取北伐而是清明军主力主将大举北伐攻下大刀 而后 取四川 定云南 基本完成全国统一 福祉朱元璋1328年至1398年 三 文化原因原朝入主中原后 将被征服地区的臣民 分为一官 二礼 三僧 四道 五一 六宫 七将 八昌 九儒 十盖十个等级 七十流 读书人社会低下 再加上科举制的衰落 使知识分子 将注意力 集中到底层人民的普通声 活上 科官上促进了原杂局 三曲等文学艺术的繁荣 反映了人民对专制的反抗和对理想的积极追求 以反送朝成朱立学和陆九渊新学的那种脱离社会实际 加以自然需求的做法 对于汉族而言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次思想解放 西欧工业革命的开展 是由文艺复兴做好了思想准备 中国五四运动和国民大革命 也是由新文化运动 做好了思想准备 而且元朝的四等人质 也激化了民族矛盾 北魏孝文帝改革 和监视宗汉化之所以能 巩固统治 就是因为他们缓和了民族矛盾 为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奠定的基础 土五元末农民起义四 地缘原因前面讲到 铁木针建立大蒙古国后 因为东征西陶 而成为历史上第二大帝国 三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仅次于公元一九二一年大英帝国的近三千四百万平方公里 后阴世系分为清朝汉国 吉树翅乌鲁鲁木针长子树翅领地 后阴大汉帐篷为 金色尔德明金帐汉国 查核台汉国查核台乌鲁鲁木针四子查核台领地 窝阔台汉国窝阔台乌鲁木针三子窝阔台领地 伊利汉国序列伍乌鲁斯,铁木针四子托雷之子序,列伍通过第三次西征建立,和大汉汉国籍元朝,并因此而时常引发叛乱。 先是公元1260年至1264年的阿布里格之乱,根呼毙烈争夺捍卫,然后是公元1268年至1306年的海都之乱,报复公元1251年蒙哥从沃阔海家族墙走捍卫,接着是公元1287至1292年的乃延之乱,不满原停下墙中央集权,而损害自身利益。 图六元版图在接下来是公元1328至1329年的三帝之力,上都拥立太定帝之子阿塑基巴,大都拥立文宗图铁木尔,上都得到辽东、陕西、四川等地支持,但最终被大都击败,和士纳被拥立为明宗后暴毙,文宗图铁木尔复卫,最终在元顺帝时,江南爆发返袭义时, 华北的茶汉铁木尔,阔阔铁木尔,李斯奇,张良碧,孔兴,托列伯,墨高,关卯等援军将领依旧混战。 元朝的内讧也为明朝崛起提供了机会,甚至在明朝夺取大都后,退守末北的北元,依旧因内讧分裂为东部的吴两汉,中部的达达和西部的瓦剌及魏拉特,而公元1404年铁木尔东征明朝,根据蒙古原流的猜想,终是假道灭国,实际上奔着北元汉卫去的。 五、总结宗上所述,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多方面的原因,明朝得以打破中国历史上北强难弱的常态而实现逆推, 就像战国乱世后出现了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乱世后出现了隋唐盛世一样,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Mankind参考文献,狼图腾,唐朝到元朝全国人口粗略统计及世界占比,书和上成安逸清承行文自由历史大。 学唐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远作者所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Mcuss。 文 nomği 文,M honor ja 文,M compliance 文,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